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在透视图中创建一个茶壶 这个茶壶创建完之后进入修改面板 将壶嘴 壶壑 壶体 壶盖都取消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好 壶盖留着 然后我们将壶盖把它的轴心点居中 居中好之后使用移动工具 将它的坐标Z轴归零 然后大小半径可以大一点 OK 大一点之后我们再来 居中一下 好了 这个茶壶的壶盖做好之后 F4边面模式 Shift键复制一个方这边 我们先来选择当前的这一个模型 为它加入一个Hire and Fur毛发修改器 可以看到整个模型上面都长满了毛发 我们现在对当前的这个毛发的一些参数进行调节 比如说我们来调整一下它的这个常规参数 我们将它毛发的数量值调少一点给到9000 默认是1500 毛发的段数值给多一点 我们给到10 同8吧 同时我们将毛发的过程数给到2 材质我们也进行调节 默认的烧根颜色都是偏土黄的一个颜色 我们让烧红一些 根蓝一些 OK 这样一个很另类的毛发材质就调好了 将高光调高一点 展开卷发参数卷展栏 将卷发根调高 将卷发梢调高 这样毛发的卷曲效果变得更明显 这些都调节完毕之后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毛发的效果调节的非常好 以后我们在做相应的效果的时候 需要呢 也是这样调节 那么最好我们能够将它进行保存 而毛发调整好之后 尤其是常规参数 材质参数 卷发参数等等这些卷展栏中的设置 我们都可以通过预设值的保存 将它存储为一个预设 我们点击保存 这里我们要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取名叫Blue Red 我们回车 大家可以看到底部有一个渲染样本的栏 刚才有个进程框 由于这个场景中毛发比较少 而且呢随着这个max版本的不断提升 毛发的运算速率变得越来越快 当然这个进程一闪就过去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需要将当前的这个毛发的效果保存完之后 将它加载到这个一个模型上面 选择它 加入一个high end for 大家看它还是默认设置 如果我们想将这个效果直接加过来 可以点击加载 它会弹出一个high end for预设值 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刚才保存的 Blue and Red 双击 大家看这样两者就完全一致了 但是有一点是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对当前的这个效果进行一个毛发的梳理 我们可以选择当前的模型进入前视图 然后进入high end for的导向线级别 使用笔刷对它进行投形的编辑 中间这个位置我们让它立起来一些 OK 边上这个位置我们让它倾斜一点 都要向一侧倾斜 夸张一点 OK 好 大体就调成这样一个样子 此时 两个发型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退出导向线级别 再次点击这个模型 点击加载 点保存 我们给它起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 Modify OK 这样 这个预设值就保存好了 我们再次点击这个模型 点击加载 选择新的Modify 双击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毛发的新的被预设的效果又加载进来了 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 当前的我们在修改的时候 对这个毛发进行的梳理效果 在这里是不能加载的 如果你想把毛发的梳理效果也加载进来 我们需要使用到预设值下方的发型复制和粘贴 那么现在我们点击原始的这个模型 将它的发型复制 点击这个模型 将它直接点粘贴 大家可以看到 两个模型的毛发梳理效果就变得完全一致了 这就是如何进行毛发预设的保存 以及发型的调用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Max将这个毛发的预设保存预设值放在了什么地方 好 现在我们就打开了3DS Max 2011中文版的安装目录 在这个安装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文件夹叫做Hire 我们进入Hire文件夹可以看到有一个文件夹叫做precise预设 进入precise预设 详细信息显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按修改时间来设置的话 这里有一个blue red SHP和modify SHP 这两个就是我们刚刚把它保存的这么两个毛发的预设效果 所以它的位置是存在这里 那我们实际点击调用的时候呢 加载的时候也是在这个里面将它加载进来的 OK 那么关于这个毛发的保存 发型的调用 以及整个预设的加载和发型的粘贴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można说明项目 是的 正好 再来 任 roar 大家 我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